好 另外是在台湾的银行业务 打造了台版的新展银行 这工股行扩合并大戏在起 财政部长张慎和透露说 已经只设立了一家的工股金控 进行了整并评估 方向就是公公并 而市场就在猜说 这家的金控公司应该就是赵丰金 为了这场合并大戏 财政部还准备了三套剧本了 目前评估金控并银行可行性是最大的 因此很可能将先从赵丰金并张银做起 财政部长张慎和透露 为了打造台版新展银行 已经委托赵丰金进行评估 财政部也证实这项消息 工股银行能够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示范 所以这边到底是一家或两家 我想我们尊重各个公股银行 自己有他的立即做必要的一个评估 财政部次长吴当杰话不说死 强调各家公股行库都有可能 但其实锁定赵丰金之前 不论台银跟土银的合并 或是三商银的整并 甚至包括赵丰在内的六大银行 一起合并都是选项之一 只是最后赵丰金出现 专家认为重点在海外布局 赵丰银行第一个 它的目前的业务比较多元化 包括国内的这个土地 它有在做这个待放 甚至国际业务 它以前的中国商银是蛮好的 国际的银行 而且很多外汇的 都是以赵丰银行为第一个优先 其实一开始公共病种子不对 财政部调中的是义银和赵丰金 但担心战线拉大这一多 于是先剔除掉义银 市场沙盘推演 赵丰的公共病戏码 可能出现三套剧本 第一个是并购公股独立银行 像张银 或是合并公股金控 像合库或华银 甚至剧情可能大转弯 改为义银当合并男主角 也让这起公共病 大戏再起刑局 三星友的运风海中